嗨大家好,我是温温欢欢的频道 那这期呢就是想跟大家分享 夏季给我分享 也是有彩色的了 周瑜不是黑白 那我首先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现在身上这套就是A-LAM的西装泡装 那这一套呢 我觉得是非常适合 如果夏天的上班族 需要穿比较正式的衣服 在办公室里 但虽然它太厚能兼顾出门 和在空跳房里待的时候的一套穿搭 那它整个这一套蓝色的西装和西装裤 都是天丝的 所以特别的垂坠有质感 然后稀罕什么的又很舒服 所以很适合夏天的上班族 来作为一整套的穿搭方式 而且它的背后 我觉得有一些设计的巧思 还有白色的一些走线 就不会让整个浅蓝色的西装 颜色显得特别的无聊 颜色我觉得还蛮适合亚洲人的 就特别特别浅 发挥一点的这种蓝色 就有点像浅牛仔色 或者说那种浅蓝色的衬衫的颜色 整套穿上都挺成套的 又不用想怎么穿搭 从我上次入了它的工装裤以后 我就发现它的裤子的剪裁 真的非常好 因为它这条也是三四的 我自己一般是穿反过三二的腰 但它三四就是会大 但不会垮下来 我的臀部是可以卡住它的 所以它的腰臀的比例线条 做的会特别的好 不过长度的话 毕竟是欧洲的品牌 它就是做的很长 像我的身高 穿高跟鞋 它是刚好拖在地上这样 如果是小个子的话 可能需要去踩一下裤脚 那第二件呢就是我现在身上的 这个白色的衬衫 它的设计特别的复古 我很喜欢 是塞伊塔斯下的 这件的设计整个是这种古巴林的衬衫 然后我自己是跟刚刚这个西装 直接套在一起穿 然后领子翻到外面 它就也是一个复古的 这么一个穿搭的感觉 它的材质是我觉得最惊喜 特别实用的是个夏天的一件衣服 因为一般棉麻的比较难打理嘛 人造材质的夏天又不透气 那这件它就是羊毛和棉混纺的一个材质 那自己本身是有这种微微的纹理感的 它可以直接丢进洗衣机水洗 然后拿出来之后抖一抖晾干就好 只要不是揉在一起塞到一柜里 就正常挂干什么的 它就不用熨烫 面料透但是不露 大家可以看我背面 就我穿了一个白色的内衣在里面 就没有透的问题 而且正面它这个又有一个层次感 不像白衬衣那么无聊 同时又更加有安全感 就不会走光 这件我觉得是上半周夏天 就需要一个短袖的衬衫 然后好打理 然后又可以戴着载裤 日常也可以穿一个很白白的 这么一个白色衬衫 接下来这一套呢 是我最近收到的 我觉得特别好看的一个小裙子 就是夏天的时候 很适合参加 晚上的活动party这么一个裙子 然后它是一个针织的裙子 但是不厚 然后它的颜色是这种 柔油果绿色 和混合的这么一个感觉 就有一点偏冷掉 然后和灰掉的这个感觉 就还蛮适合亚洲人肤色的 就虽然不会显得我变白 但是会让我的肤色看起来很匀 它的裙形我超喜欢 因为它正面是一个这种很大的领子 就之前秋冬的时候 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很大领子 那个针织白色的 大家记不记得 就那一件我也很喜欢 也是因为它这个领子设计 会显得肩颈线条特别好 然后它的背后大有玄机 是我最喜欢的地方 就是它这里有一根线 就是可以让整个裙子 不会掉下来 就是大家如果怕胸前太低手 它完全不会 因为它这根线 就模子卡住了前面的这个位置 然后后面又是一个巨大的领背 大概到腰的中间这块 很刚好的一个比例 然后它整个裙形就很收身的这种 包括下半 冬天的时候 我跟大家分享了一条针织的这个裙子 它是羊毛的嘛 它同样的这样一样的设计 只不过面料换了 这个就是夏天的棉的这种针织的感觉 它裙形下面是比较收的这种款式 所以就会显得整个身材就很沙落 很凹凸油脂 可能在国内穿会有点热吧 但是在欧洲这边夏天不会到特别热 基本上是在25到30度中间 而且不会特别闷 所以穿这个裙子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那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上期 干货视频里头有出现的 这里一个红色的小套 算是一个砖红色吧 它整个设计就挺简单的 后面这两个袋是完全分开 就可以根据自己的身材把它系紧这样 我是直接打一个伏接 因为它是麻质的 所以比较厚 它下面这做一个特别可爱的剪裁 就是胸部下这里折叠了一下 它这块本身就有一个自己的形状 所以不管是丰满一点的 还是比较薄一样的身材 它胸部这个地方都是可以兼容的非常好 就不用担心这样 而且加上后面它的袋子是可调的嘛 就如果觉得松的话就可以再拉紧一点 最近大家要看我视频 就出现了蛮多白色的裤子 因为夏天的时候真的穿黑色裤子会太热了 尤其是阳光特别强烈的时候 它特别吸热了 所以夏天的话我更喜欢 就白裤子跟其他的商业搭配在一块 那这条裤子是我最近发现 特别适合亚洲人的一个裤衩 就它的长度是 我因为穿的是比较低腰的风格 就按照正常腰来说吧 提到上面 它是穿平地鞋就可以的这么一个长度 但如果是低腰风格呢 穿一个高尔鞋 它也是刚刚好好沾到地上 不至于拖地 就是不会踩到地上这种 我觉得是很少见的 欧美品牌亚洲人身高OK的这么一条西装裤 而且它的材质是这种醋酸的 比较厚 不太容易皱 就很好打理的这么一个材质 那这下这套呢就是一个 参加SWATHE的 我觉得很好看 很适合这个季节衣服 但我觉得这套衣服就不太适合日常需求的小伙伴啊 就喜欢 Drama一点的小伙伴 大家可以留下看一下 那这套裙子就是一个有金色金葱设计的这么一个半透的裙子 但它其实是有衬裙啊 大家可以看我下面其实有一个能看出来挡住面身体的这个衬裙 所以也不会走光 但它看起来就是跟身上的颜色是很像的 就是隐隐约约很性感这种感觉 裙长是挺长的 基本上到我的脚踝了 就两边的开叉呢 其实也不至于很高 在膝盖上一点点 虽然它是看起来很性感 但其实哪都没有露的一条裙子 我们这边早晚还是比较冷啊 尤其夏天的时候也可能晚上会比较冷 所以外面搭配了一个同样ALM的牛仔上衣 那这件上衣我觉得也是Drama就要Drama到底的 这件是一个短款的牛仔上衣 然后穿上之后 它可以完全的把裙子下面很好看的 这个修饰曲线的部分露出来 然后外加它在袖子这里 做了一个这种灯笼袖的设计 然后下面有两个这样的飘带 是可以取下来的 就是直接一拉就可以很方便的取下来 这样它就看起来更加日常一样 所以如果想要比较有造型感的话 就保留这个袋子 如果想比较日常一样的话 就可以取下来 它就是一个有灯笼袖的 这种比较基本款的牛仔外套的样子 为了参加活动啊 或者说一些比较正式的场合准备的 随包包的话就会搭配Buggle这个亮亮的包包 每次参加活动必备 会使用到的一个包包 所以我想在这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偶尔有那么一两件抓骂的单品 它其实在某些场合的时候 利用率还蛮高的 就是时不时真的就可以拿出来用一下 而且如果买类似这种经典款的话 也不需要再换款式 它可以一直用这样 最后就想要跟大家分享包包和鞋子了 那鞋子就是我这一期一直在穿的这双 就我很推荐夏天的时候 可以入的这种细带的高跟凉鞋 然后它的跟大概也是5.5厘米这样 就是比较好走的这种类型 然后细带子的话 我最近发现了细带子买鞋的一个很重要的点 就是它的受力点得多 就因为我之前买过只有一条这样的 或者说它的受力点在两个点到三个点这种的话 穿的时候很容易磨起水泡 因为两边尤其你的脚走路的时候 会不停地往前戳嘛 磨到你脚最宽的这个地方 很容易起水泡 那像这双鞋 我觉得就是受力点非常多的这种细跟凉鞋 就先是它把这个大拇指这里卡住了 然后在这脚背上有一条 这里脚背到后脚跟这里又有一条 而且可以把这个带子调得比较紧 这样的话你受力点就在脚上 起码有1 2 3 4 5 6 7 7个点 这样的话它固定是非常稳的 虽然说看起来很简单 但走起来的话完全脚不会在里面晃 因为像我脚比较瘦嘛 细带凉鞋如果它做的受力点特别少的话 我的脚还容易在里面晃来晃去 所以我觉得这双真的是非常好走 然后鞋跟高度又友好的一个高跟鞋 夏天的时候跟长裤搭跟裙装搭 都很百搭白色的这一种 那最后呢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个 我觉得也是很适合通勤上班族的一个包包 就这期有适合通勤上班族的 但也有一些比较抓马的就看大家的 平时生活中的喜好来 这个包包是我觉得夏天很适合放个遮阳伞 或者说一些日常必备的小东西 包括小瓶的水它也是可以放进去的 它设计就很简单 就方方的像一个小盒子一样 然后包带是这种腋下包的长度 虽然说看它是方方的 但是它特别特别的软 就是可以把它捏成各种形状 有的时候把它袋子这样一藏 然后拿在手上当一个手拿包也还蛮好看的 它是两个开口 就有两个拉链 然后是通的 打开以后里面是没有分隔的 直接所有东西往里面塞 容量都是非常大的 然后它的颜色也蛮耐脏的 就如果夏天比如说穿牛仔色 它可能会染到白包包上面 或者说防晒啊什么的也会把包包染色 那它这个偏大像灰一点的乳白色 我觉得就蛮适合夏天的时候当做一个浅色包包 在搭配中使用 因为很耐脏 然后又比较极健 那好啦 这就是这期想跟大家分享的 最近夏天都买了些什么东西 就是因为前段时间我都是基本款嘛 因为我这边还没热 然后五月底我可能要出去玩一下 然后六月底有很多出差的工作 所以就想说买一点变化多一点 然后设计感强一点的衣服 所以这期就是基本款和设计感 都混合在一块的一个购物分享 希望大家喜欢 那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